《加鞭钩记事》十六 这就好了 作者杨显慧 朗读者陈颂无声 我作为知青在河西走廊西端的小碗农场当农工 有一段时间患了皮肤病 湿疹 那是一九七零年冬季 我的小腿上长出一些疹子来 奇痒无比 一开始我没在意 一发痒就抠 结果抠破溃烂了 去农场卫生队 我们是兵团建制 农场的医院叫卫生队 看了几次医生 谁知并没治好 反而加重了 溃烂扩展到大腿 化农 硫磺水 后来不得不出院治疗 有一名叫上春荣的医生给我治疗 上医生三十二三岁 甘肃省通卫县人 他是从部队上转业下来的军医 1956年入伍 先是当卫生员 后来体干当了军医 他1965年转业 在甘肃省农检师医师中心医院当医生 后来农检师医师分成农医师和农耳师两个师 他叫做农医师小碗农场卫生队当医生 我们卫生队的医生 大都是大学生和中专生 还有两个提拔起来的知青 专科出身的医生 对我们这些农工总是有点高高居上看不起的样子 而那些知青提拔的医生 农工们又不大信任 认为他们没有多少专业知识 会用医害人 我们去卫生队看病 都愿意找尚春荣看病 尚春荣虽然不是科班出身 但他搞了多年医务工作 治疗常见病很有经验 他还有个优点 就是当过兵 性格活泼 爱交往 对农工热情 他能和知青一起聊天 甚至一起发牢骚 农工们有事去求他 比如说 想开张病假条休息几天 或者想开个转员证 借故到运门镇 或者家喻官室去玩几天 他都能让你满意 他说 玩几天就玩几天去吧 蹲在农场里 就像劳改犯一样 蹲傻了 我那个连队 有两个青年谈对象 女的怀孕了 但两人又不愿结婚 很多知青不安心边疆建设 害怕结了婚 就永远也不能离开农场了 那位男青年找了一次尚春荣 尚春荣就给他的女朋友 开了一张介绍信 去安息显人民医院 做了流产 丑事就掩盖了 那次我住院三个月 天天和尚大夫见面 聊天 尤其是他职业班的日子 我经常在医生值班时 和他聊天 听他讲故事 他入伍后 一直在公安部队服役 见过世面 阅历丰富 他的大脑里 装着许多大悲大喜 令人怦然心动的故事 下边就是他讲了一个故事 我对你说过 我是1950年入伍的义务兵 国家制定新兵议法之后的第一批义务兵 在那以前 招的兵都是志愿兵 那年啊 国家在我们县 招了一连新兵 入伍后 在兰州的新兵连 受训三个月 新兵训练结束 又把我送到兰州市七里河区的兰州部队总医院卫生员大队 学习了三个月 就分到陕西的3045部队当卫生员去了 我们那个部队啊 是看压犯人的 压着犯人修铁路 我到部队那年 部队就调进甘肃了 改变为内卫72团 修宝城铁路 然后又修兰心铁路 兰心铁路修到柳园 修到省界 犯人就不再参加铁路建设了 由铁路工人去修了 我们那个团 就专门看压张业和九泉地区的监狱和劳改队 我跟你讲过 我在团卫生队当过卫生员 在双塔水库当过卫生员 那里有我们的一个连看压犯人修水库 从水库下来之后 团卫生队的队长跟我说 你到医营卫生所干一段时间去吧 你是老卫生员了 要提高一下技术 争取提干 我明白他的意思 在连队当卫生员 只能治个头痛感冒 重病号送营卫生所和团卫生队 在团卫生队当卫生员 看病的都是医生 轮不着我给人看病 在营部就不同了 营部的卫生所就一两个医生 忙的时候 卫生员当医生用 可以锻炼人 我猜对了 到了一营营部 果然就给了我处方权 我可以给病号开处方治病了 不再拿我当卫生员使用了 一营营部 在九泉东边十公里处的成交农场 那里有二千劳改犯种地 一营的一个连队当警卫 我在那干了几个月 天已经冷了 那是一九六零年的十一月下旬吧 营长找我说 小杉啊 你到团卫生队去一趟 纪队长来电话了 叫你到他那去一趟 可能要给你派个啥任务 我问营长 执行啥任务 背背包不背 营长说 我也不知道啥任务 没说叫你背背包 执行任务 又不背背包 这到底是个啥任务吗 我心里一一祸祸的 就坐上了一辆 去九泉拉货的马车 去了团部 那时候 我们的团部在大衙门那儿 就是九泉邮政街东边 我到了卫生队 问纪队长 你叫我来做啥 纪队长说 接到上级的指示 说加边沟农场的老角人员 病号很多 死了不少人 叫我们派个医生 去那协助工作 抢救人命 我考虑你去何时 我吃了一惊 忙说 纪队长啊 我是个二把刀 卫生员嘛 你叫我去抢救人命哪行啊 我会抢救人命吗 你派个有能力的医生去吧 纪队长说 我考虑了 这是你去最合适 你胆子大 不怕死人 再说 那里也不缺医生 那是个右派农场 大医院来的医生教授多得很 叫你去 是叫你到那里 跟人家学习技术去 将来好题干 我想了想 觉得纪队长的话有道理 我在团部卫生队当过两三年卫生员 好几次外出执行任务 队长都派我去 原因是 那些专科毕业的军医们 看见劳改犯 或是遇上战斗 心里发怯 有过战斗呀 那年嘉余关公社发生反革命暴乱 部队去镇压 枪声一响 和我一起去的两个军医 腿都软了 不会走路了 我不仅要抢救伤员 还要照顾他们 女士我说 好吧 明早我就去 纪队长说 他要往里领上切药 逼上些强心剂和葡萄糖 多危险 我说 那我就去领药去了 我已经出了办公室 他又喊 哎 回来回来 你先不要走 我走回来 我以为他还有什么事要说 但他却看着墙壁吸烟 像是在思考什么 梁九 才转过脸说 你就到一英二连去住吧 我觉得他的话有点可笑 加鞭沟农场 住着我们的一个连队 一营二连 我去双塔水库之前 还在那个连 当过半年卫生员 我去加鞭沟农场 当然要住在那 这还有你嘱咐吗 我说 纪队长 我很以为 你叫我住宾馆去里 可那里哪有宾馆呀 纪队长是陕北人 1938年当的兵 解放后 授贤大卫 很快又升为少校 他平常严肃得很 也就我敢跟他开玩笑 因为我胆子大 完成任务好 他喜欢我 他短促的笑了一下 说 你到了那里 遇到啥特殊情况 一定要给我汇报 记住 你住在二连 可不归二连领导 有啥事向我汇报 我说 有啥特殊的事 他沉吟着说 能有啥特殊的事 我知道吗 我是诸葛亮吗 能掐会算吗 我是提醒你 那里压的都是右派 还有一些大右派 阶级斗争 情况复杂 啥事都可能遇到 要真是遇到难办的事了 可不要擅自做主 我说是 他说 去吧 把事情办好 这是你独自执行任务 不要出麻烦 我在去药房的路上 心里觉得好笑 纪队长向来说话 干脆利索 今天怎么变得婆婆妈妈的 第二天早晨 我背着领好的药 先到成交农场背上背包 再步行到夹编沟 夹编沟农场你知道吗 哦 你听人说过 那好 那我就不介绍 夹编沟农场的情况了 我只讲我的经历 那时候 部队汽车很少 我是步行走去的 我先到部队 把背包放下 就背着要 去了夹编沟农场的场部 我们部队 为什么要在夹编沟 住一个连队呢 不是 不是开牙右派的 1959年 甘肃省的吃粮就出现困难了 部队的战士 一月就供应38斤粮食 部队上都是年轻人 38斤粮食 吃不饱呀 为了解决去量问题 团领导抽了一个连 在夹编沟开荒 种地 开荒了第一年 我在那儿当过卫生员 那一年 团部机关的干部 包括卫生队的医生和卫生员 都下去过 开荒 休局 我在那儿当卫生员时 指导员上课讲过 平时不要到夹编沟农场乱转 不要叫右派当成部队是开压他们的 我们没那任务 但是指导员又讲 如果农场发生暴动和骚乱 我们一定要坚决的制止和镇压 连队离着农场的厂部几百米 但每天晚上 派一组游洞哨 在农场的围墙外边巡逻 风节假日 还要加岗哨 我原计划 建一下农场领导的 可到了办公室门前 没遇见人 冷冷清清的 建一间房门口 订着个木牌牌 写着医务所三个字 我悄悄门走了进去 医务所坐着三四个人 看我进去 他们也是不明就里 听着了说话 呼的站了起来 我想 他们是惊了一下 因为我一身军装 还穿着军大衣 我的领章上是个红石子 我问 这里是加边工农场的医务所吗 他们齐声说是 我问 你们医务所的领导 他们说 领导到城里劳改分局 要要去了 这时他们还站着 我就说了一声 你们都坐下 站着做啥 他们坐下了 拘谨地看着我 我说 你们不要紧张 我是九泉的部队上派来的 给病号治病的 领导说了 你们这里病号多得很 人死得止不住 叫我来协助你们 给病人治病 抢救人命 别的啥事我都不管 你们把情况给我介绍一下 你们几个人 也自我介绍一下 那几个人 自我介绍了一下 一个姓杨 是兰州医学院附属医院的 主治医生 右派 林涛县人 有个小个子 兰州市工人医院的 主治医生 右派 还有个女右派 是省人民医院的护士长 在他们面前 我是当然的领导了 他们向我汇报 病人很多 有些病人血糖过低 思想包袱重 精神状态不好 死掉了 我问 问题这么简单吗 是血糖低的问题吗 血糖低就能死人吗 血糖为什么低 什么原因造成的 他们都不说话 我看他们也说不出什么来 就不问了 我知道 他们不敢说真话 他们就是说真话 才犯错误的 才送到这儿来唠叫的呀 他们敢说真话吗 我说 你们领我到耗子里 看一下去 那个新阳的医生 领我去耗子 我记得 往北边走了几十米到一百米的距离 进了一个大院 大院里边是一排一排的房子 房子里像是没有杀人 我问那个姓杨的 这些房子怎么都空着 他说 人都调到高台县的名水农场去了 走了两三个月了 加边沟剩下些老弱病残了 都起不来了 都成病号了 我问 我问有多少病号 他说 三百多吧 我们进了第一间房子 是一间大房子 有三间房那么大 正面和左右 都是盘的土炕 像马蹄铁的形状 睡了二十多人 还没把炕睡满 哎呀 那些人睡在炕上的样子 叫人心酸呀 右派都是些干部呀 应该是体面人嘛 竟然一个个像叫花子 穿得破破烂烂的 有的人腰里还系着麻绳 可能是冷吧 我就没有看见火炉子嘛 系个绳绳暖和些 大部分人睡着 少数人在炕上坐着 还有个人 用一个装饼干的罐头盒子 做的炉子 在茶缸子里煮什么 烧的是一本书 他就跪在炕上 罐头炉子也放在炕头上 他的身旁还堆了几本书 他手里的那本书 撕得剩下几张了 我问那个人 你煮的啥 他回答 干菜叶子 人们的模样确实吓人呀 有的人瘦得像柴棍棍 眼睛陷得深深的 像两个黑洞洞 塞叶线下去 成了两个坑坑 脸上一点肉都没有了 脸皮薄的 就像直接贴在骨头上的牛皮纸 有的人腹肿 肿得像是大胖子 头肿得像背斗那么大 脸有脸盆那么圆 由于怕冷 那些人把所有的衣裳都穿上了 衬衣 绒衣 棉衣 棉衣外头又套着棉大衣或皮大衣 浮肿的人的眼睛细细的一条缝 胖得睁不开 我问了几个人 哪个单位的 从哪里来的 犯的什么错误 回答的都很简单 我想 他们可能是怕我 看我穿着军装 搞不清楚我的身份 我叫那个姓杨的医生介绍一下 我是部队上派来的医生 是来给大家看病的 派一介绍 情况大变 把我吓了一跳 七八个人呼着从炕上下来了 围住了我 手里都拿着写好的信 叫我替他们发信 我没接信 我没想过会出现这种情况 不知该怎么处理 再说 纪队长说过 这一斗争复杂 不要惹麻他的话 那些人看我不接信 就应望我的大衣口袋里塞 他们七嘴八舌的说 解放军 拜托你了 求你了 给我把这封信发出去 有的说 我是冤枉的 还有的说 我们受的这苦 中央不知道 你替我把这封信发出去 中央知道了我们的情况 会搭救我们的 我急忙说 不要装 你们不要给我装了 我是来看病的 我不管你们深渊的事 你们的信 应该叫管教干部寄出去 那些人根本不听 硬着把信装进我的口袋 有的人说 我这是深渊的信 寄不出去 领导要检查了 我说 你们给我 我也寄不出去 我就住在这里 不进城去 他们还是往我的口袋里塞信 根本不听我的劝阻 于是 我很快就从这间房退出来 就这 我的口袋里 撞了七八封信 一下午 我把所有的病号房都走遍了 总共有十来间房 病号三百人 晚上我回二连吃饭 住宿 第二天 我就和那几名右派医生 一起去查房了 巡视病房 或者抢救病号 我们几个人几乎就没有闲着的时间 查完房回到医务所 想休息一下 喝点水 但不时有护理员或病号跑来报告 某某人晕过去了 某某人不行了 我就又跟着他们的医生跑到病房去 打枪心针 或者往静脉血管里推葡萄糖 真是灵得很 已经晕厥过去的人 连气都不出了 往静脉血管推进去四十毫升 一肾葡萄糖 过几分钟 那人就睁开眼睛了 睁开眼睛后 似乎还不明白出了什么事情 左顾右盼的 看他身旁站着的人 但是第三天早上 有一个晕过去的人 我没有抢救过来 当时 有几个病人都处于心理衰竭 晕厥不醒的状态 都在抢救 我就独自去抢救这个病人了 我按照前两天学下的办法 给他打了强心针 推了五十毫升葡萄糖 后来又推了一百毫升 此人还是没活转来 后来 我帮着护理员 用被子把它裹起来 用绳子系上 抬到门外边放着 傍晚有专人拉出去掩埋 然后 我就回衣物所去了 这件事搞得我很沮丧 一条生命 由我的手送上黄泉路了 我这个解放军 判来的一生无能啊 回到医务所 杨医生看我神态不对 问我出啥事了 我回答 有个病人我没抢救过来 心里不好受 我问他 你们一推葡萄糖 病人就活了 为什么我就不活 杨医生安慰我 不怪你 这不怪你 那个病号是抢救过两次的人 他的冤数到了 谁也救不了他 我大吃一惊 还有这道理吗 他回答 这是经验 第一次晕厥的人 推四十毫升葡萄糖就活了 第二次晕厥的人 就得推八十毫升 或是二百毫升 才能救活 如果第三次再晕厥 你推上五百毫升葡萄糖 也是百搭 这天中午 我回二连去吃饭 下午上班晚了一点 我从二连打电话给纪队长 打到两点半才打通 我说有一件事 我不知道该怎么办好 纪队长在电话里问啥事 他说话的口气 一下子紧张起来 我说 三天来 右派们给我的口袋里 塞了几十封信 这些信 我不知怎么处置才好 是退还给他们吗 还是给发走 他静了一会儿 说 给他们发了 但是略一停顿 他又说 不要给二连的通讯员 也不要在加边沟的邮局发 你那天进城 从邮局发了 我要放话筒了 他又问一句 你还有啥为难的事吗 我说没有 不料 第五天 还真遇到了一件棘手的事 我已经来加边沟四天了 每天跟着几位右派医生 抢救病人 自认为我的医疗技术 有了很大的提高 可以独自抢救 晕厥的病号了 再说 成天泡在病房里 病号们已经熟悉我了 他们不惧怕我这个解放军了 愿意和我讲述他们的事情了 山丹县的一位县委副书记告诉我 他和县委书记的关系不好 原因是县委书记虚报产量 方卫星 他很反感 他在党委会上提意见 你把产量报高了 我们县交工粮 卖桶购粮多 留的口粮就少了 社员要饿肚子 结果 县委给他带了个又轻机会乳义的帽子 把他送到了加边沟农场牢教 这叫八百起 一位西北铁路设计院的总工程师 修天兰铁路 他把铁路线设计得离县城较远 他说 这是考虑到县城发展的远景 可是铁路修成之后 送他到加边沟 罪名是破坏社会主义建设 我在这几天里走遍了场部 熟悉情况 一天 走进墨房 看见一帮女幼派在墨面 有个姑娘在偷吃生面粉 脸上沾了许多面粉 那样子怪怪的 就像只白老鼠 我问他哪里人 他说是通味仙人 他认为偷吃面粉 叫我看见了 很恐惧 我说他 不要怕 我们是老乡 还有个蓝路医学院的讲师 叫尤田 我问他为啥来加边沟 他说 他的工资低 他提意见 领导订他个右派 送到加边沟了 第五天的早晨 我独自到病房巡视 在第四间病房 一个老汉喊住了我 解放军大夫 问你个话 行不行 这个老人 前两天我就注意他了 我给别人看病的时候 他一直是在炕上躺着 他的身上除了被子 还压着一件 狐鼻领子的大衣 他的身体已经很虚弱了 似乎连坐起来的力量 都没有了 但这天早晨 走进病房的时候 他在炕上 倚着被子坐着 大衣披在身上 我在他面前站住说 有啥话你说吧 我想给你打听个人 他的脸上显出很谨慎 小心翼翼的样子 打听谁 我问你 你们部队的编制 是不是那位七十二团 我说是 咦 你怎么知道我是七十二团 他不回答我的问题 又问 你们部队有没有一个叫 继次生的人 我一正 有啊 是我们团的卫生队长 怎么 你认识他 他答 认识 认识 我又问 你怎么认识他的 他回答 你们部队在五威驻扎过吧 我又说 住过 我们团部和卫生队 都在五威驻过 他说 在五威 我的姑娘跟了继次生 我说 是吗 那么说 你姓吴 他说 对 我叫吴承祥 我的姑娘 叫吴秀莺 我说 对 对 我们继队长的爱人 就叫吴秀莺 哎呀呀 这么说 你就是继队长的岳父了 他千功地点了点头 知道了眼前的这个老人 是我们继队长的岳父 我心里感慨不已 老人瘦得像个骷髅 他的胡子很长 长得垂在胸前 白滑滑的 他的头发也全白了 和胡子连在了一起 衣巾上 全是吃饭啦啦的汤水的五斑 但从他脸上的神态 他的长长的胡须 我仍然觉得 他是个有身份的人 他的胡须在进入加鞭沟之前 想必是很好看的 我黯然神伤地说 你姑娘和女婿知道你在这里吗 嗯 老人知悟了一下 我又问 你没给姑娘写过信吗 没写过 我再问 你为什么不写信呀 你女婿是我们的卫生队长 你写个信 她还不帮助你吗 老汉不说话 我停一下说 老人家 你要不要 我给你的女婿带个话 他似乎在思考 过一会儿才说 要是方便的话 你给我要点拉面子 我说 你不要点糖吗 他们有糖吗 有 他有特别公用证 他是校官 少校军贤 啊 那你就给我要些糖来 再要些什么 能要些炒面吗 能要呀 哎呀 你还客气啥呀 他是你的女婿 你都快饿死了 跟女婿要些吃的有啥不行的 要 我给你要去 要些饼干 啊 好好好 解放军 你贵姓 我说姓尚 我还想和老人说说话的 可这时 隔壁房子的一位看护 跑进来叫我 说 尚大夫 有个人不行了 我急忙跑去抢救 抢救完病号 我又到吴老汉那儿去了一趟 坐在炕头上 和他聊了几句 我问他在五威干什么工作的 他说是县工商联的主任 解放前是商人 经营皮毛生意 我问他女儿是怎么嫁给纪队长的 他说 女儿在兰州上的师范 毕业后在五威一中当老师 部队和学生搞联欢时 认识了纪队长 我又问 你女儿和女婿 真不知道你在家边沟吗 他说 应该知道 我给家里写了信 叫家人给姑娘写信 说明我在家边沟 叫姑娘给我送些吃的 家人来信说 写信说了 我说 你姑娘没管你 他没直接回答我 而是说 可能姑娘没收到信吧 也可能家里人哄我 没写信 说写信了 我说 他们哄你做啥吗 他说 害怕给姑娘和女婿出难题呗 我是接接敌人了 帮助我还了得呀 那不是划不清界限吗 同情接接敌人呀 我对老汉说 没关系没关系 你的姑娘知道也罢 不知道也罢 这事我给你办 我找纪队长去 什么划清界限不划清界限 岳父要饿死了 他能不管吗 这天中午回部队吃饭 我想起打电话来的 想在电话里 跟纪队长谈这件事 可是 在连不坐着等上班时间的时候 我又觉得打电话不妥 接线员听见我们谈话怎么办 传出去怎么办 从我来加鞭钩之前 纪队长跟我谈话的神情来看 他是知道岳父在加鞭钩牢叫的 既然知道岳父在这儿 又不急于帮助 这说明 他的确还把这件事 给他惹出什么麻烦来 这事 我需谨慎处理才是 下午临下班 我说明天进一趟城 去卫生队要点奥去 那几个右派医生很赞成 因为我带来的强心剂和葡萄糖 第三天就用完了 一日晨 我步行三十公里 到了九泉县 我先到邮局 把右派们的信发了 然后去了团部 一进大院 我就遇见了纪队长 看见我 他有点惊讶 问你怎么来了 遇到啥事了吗 我说是取药来的 他问取什么药 我说葡萄糖 抢救病人最好的药是葡萄糖 还要啥药 他问 强心剂 再啥 豆面疙瘩 豆面疙瘩就是康复丸 用豆面缠上红糖和红枣 捏成的原疙瘩 甜甜的很好吃 病号们都愿意要 纪队长把我领到了药房 对私药说 小尚是给医疗队来拿药的 药多少拿多少 然后又对我说 领了药 你到我房子来一下 我想 他可能沉不住气了 取完了药 我去了他的办公室 我一进去 他就叫我把门关上 叫我坐下 然后给我让烟 纪队长平时抽的飞马烟 可这天 他从抽屉里 拿出一盒牡丹香烟 抽出一根给我 我接过烟 他又划火柴 不好意思 叫他给我点烟 我忙接过火柴盒说 我自己点 我自己点 我点上烟 才吸了一口 他问 怎么样 我说什么怎么样 他震了一下说 你的医疗水平提高了吗 那些右派医生的水平很高 病号也多 我说 提高什么呀 病号多是多 可是病情很单纯 就是低血糖 人晕过去了 打枪心针 往静脉血管推葡萄糖 再啥事都没有 他说 遇到啥事没有 有啥事啊 比如说 遇到什么特殊的人没有 像你们通卫县的老乡呀 熟人呀 人嘛 各种类型的人都有 有个通卫县的丫头 才21岁 叫拔了白旗 不过这人我不认识 还有个人 是副作业的弟弟 叫副作公 那里的人说 那是个大家伙 我说农场的情况 纪队长连烟都不吸了 双眼直直地盯着我 我想 应该说他关心的事了 于是我吸了口烟 又说 队长 你可不要嫌我多罪啊 有件事我觉得应该告诉你 有一个武威人 是个老汉 又60岁了吧 知道你的名字 他问我认识你不认识 是不是和我一个部队的 你怎么说了 我说不认识 我们部队没这个人 队长 你不要嫌我说话 这事我怕连累你 没敢跟他说实话 可是我觉得 这事必须告诉你 所以昨天认识了他 今天我就来卫生队 向你汇报 纪队长说 对 你做的对 这事你做的对 他在跟你说什么没有 没有啊 他没说怎么认识我的吗 没有 纪队长长长的出了口气 身体一痒 靠在椅背上 好久没说话 光是吸烟 我呢 也没说什么话 我不知道他怎么想的 怕说多了惹出麻烦 他静静的坐了一会儿之后 用很神秘的口气问我 小长 这件事 你没跟杀人说过吗 我摇了摇头 他又说 好 没跟人说好 这种事呀 知道了人多了不好 这我不说你也明白 可是这事呀 我跟你还是要说实话 你知道不知道 上级叫我们派人到家边沟去 我为什么派你去 就是因为你可靠 但是我放心 你也机灵 我还怕别的医生去了 遇到这事处理不好 我跟你说实话吧 那个打听我的人 就是吴秀莹的父亲 我的岳父呀 是吗 我装出惊讶的样子 是 就是 去年 吴秀莹的妈就来信了 说他父亲在家边沟 这事 你可不能对外人说呀 我说 队长 你放心 我明白 我不会对人说的 他又长长的出了口气 说 他没说 他那里缺什么 没说要什么 没要啥 我没说认识你 他能要吗 你觉得他缺啥 他就是没要也得帮助一下他呀 去年 吴秀莹的妈就来信 叫我们帮助一下老汉 我害怕沾上说不清 没管 现在得管一下了 不要叫老汉饿死 我心里一阵轻松 我终于可以完成对吴老汉的允诺了 我脱口而出 说 缺盐 缺辣面子 缺烟 老汉不惜烟的呀 不是烟 是盐 吃着咸盐 他们一天两顿饭 就是喝些豆面糊糊 害怕吃盐会浮肿 火防不放盐 难喝得很 给他带些盐 辣椒面 调调味道 再给带些啥吧 带上些炒面 你说好不好 好 带些炒面 多带些 有饼干了 拿上几斤 最好 饼干有 饼干有 要不要再给拿些肉 拿上些肉 最好炒成扫子 它每顿能调上点 老汉瘦得不成样子了 再拿些葡萄糖粉 再给拿几件衣裳 衣裳不要 那里死的人多 死人的衣裳没人穿 衣裳不缺 就缺吃的 对了 有毛袜子拿上一双 我看老汉没袜子穿 用包脚布当袜子 最后 纪队长说 现在你回家去 明早走的时候 到我家来一趟 从卫生队出来 我就回家了 那时候 我已经结婚了 我刚入伍的时候 部队不提倡当兵的结婚 到一九五九年 我们改编为武装警察部队了 挣工资了 一月四十多元 像外国的职业兵一样 有些人就结婚了 我找了个九泉姑娘结婚 租间民房住着 第二天早上 我背上领好的药品 到了纪队长家 吃的东西早就准备好了 盐 辣椒面 十几斤炒面 和三四斤饼干 还有一茶缸炒好的猪肉臊子 捆好 我背好之后 纪队长说 小尚 你就辛苦一下吧 本想给你找个车 又怕引起人们的注意 我说 用不着找车 四五个钟头就走到了 但临走 我又问了一句 吴老师 季队长把准备好的东西 装起来捆好 我一直也没看见吴秀莹 吴秀莹在九泉中学当老师 那是个长得很漂亮的女人 季队长说 她上班去了 但我判断 吴秀莹就在家里 第一 我去她家的时候 才七点半钟呀 天还不大亮 第二 我叫季队长 给她岳父带点钱 她走进里屋去 我听见了吴秀莹细碎的说话声 她是不愿意出面和我接触 不留嫌疑 我是中午一点钟到达家边购农场的 我没去连队 静止去了厂医务所 进了医务所 我倒完水喝 吃点从家里带来的干粮 我想略微休息一下 就去看望队长的岳父 可是 我一个饼还没吃完 有个护士就跑进来了 说有个病人不行了 几个医生急忙去抢救病人 我也匆忙吞下一口饼 拿着悲烈的强心剂和葡萄糖赶去了 那护士说不行了的 就是纪队长的岳父 老汉已经没气了 我们把强心剂和葡萄糖都用上了 抢救半天 还是没活过来 我又气又急 在病房里就立声训起那几个医生 我走的时候跟你们说了 这个病号要看好 你们没给我看住 三个医生和一个护士 笔直地站在我的面前 一句话不说 连大气都不敢出 训了几句也就罢了 人死了 训他没有什么用 但我心里很不平静 我对不起吴老汉 我叫护士拉个架子车来 我们几个人把老汉拉到沙包后边 挖了个深些的坑 把他掩埋了 回到医务室 兴阳的医生看我气顺些了 才对我说 我去九泉的一天 老汉就晕厥了两次 都救火了 这是第三次韵厥 我把炒面饼干和大肉扫子 给他们几个人吃了 辣椒面和咸盐 给了磨坊的那个通味的姑娘 那姑娘是我的老乡呀 过了两天 我去了一趟九泉 向纪队长汇报了他岳父的情况 那两天 我一直在想 怎么向他交代这事 是我没照顾好他的岳父呀 讲完之后 我等待着他的发作 我想 我该倒霉了 不要说体感 恐怕过不了几天 我就得打点行李回老家了 谁知 他却很平静 长长的出了一口气 说 这就好了 又过了十几天 省委的救命工作队来到加边沟 说是西北局兰州会议开过了 会议决定送右派们回家 这时加边沟的右派差不多死光了 只剩下一百多人 不到二百人 那个同位姑娘和医学院讲师是第一批离开加边沟的 汽车开动时 那姑娘看见了我 向我招手 喊 再见了上大夫 我也向他招了一下手 第二天 我就背着背包 回城郊农场的营部去了 我的任务完成了 至于那些起不了床 坐不成汽车的人 我就不知道他们的情况了 那不是我的事了 因为 地区医院的医生 组成了一个医疗队 跟着省委工作组 到了加边沟 上大夫结束了他的加边沟故事 开始洗烟 我静了好一会儿 问上大夫 你什么时候体干的 他回答 第二年春天 你怎么到了农建石医师 1965年 我问纪队长调军分区后勤部当副部长 新上任的卫生队长叫我转业 正好那年 农建石医师中心医院药医生 农建石医师 足建于1964年 每月的卫生 六七号研究经许